聽出來他很像有一點捲水 有點大陸口音 我就跟他說 欸 你是哪裡人啊 我就說 啊 我香港人 我就想 哇 同鄉啊 我又海天同鄉啊 話說昨天呢 我就在台灣收到一個詐騙的電話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經歷 就有一個網購平台的員工 就打給我問我 請問你是否一月的時候 有訂購過一個口罩的收納盒 我就說 欸 是啊 做什麼事 然後他就說 那時候出貨的人就是實習生 他可能就搞錯了一些東西 把一個經歷商的貼紙 就貼了到我的貨品 他就問我 請問你一月的時候 那張收據還在嗎 我就說 啊 已經扔掉了 一月的東西不會流到現在 然後他就說 啊 是啊 我都明白的 他就說要我配合銀行的一些手續 令到我的銀行銀行不會多了某些錢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 有一點覺得奇怪 你有沒有一件事 我可以怪了 現在先打給我 然後我就聽他的口音覺得很奇怪 聽出來他很像有一點捲舌 有一點大陸口音 我就跟他說 欸 你是哪裡人啊 他就很驚訝一下 欸 我怎麼知道他不是台灣人 他就說 啊 我香港人 我就想 哇 同學啊 我還香港人啊 蛤 你不是在講廣東話嗎 你不是在講廣東話嗎 在通話說廣東話嗎 我都不害人啊 你也可以說什麼嗎 你不是香港人嗎 對 那你可以跟我用母語講一下 因為我講比較清楚 你說廣東話好聽嗎 給你啊 你不是在講廣東話嗎 你不是在講廣東話嗎 林柏飯的廣東話派上用場 沒錯 我跟你講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還敢你嗎 哈哈 那多學習 這個時候就派上用場了 他就跟我講 之後等一下會有點癢 會打給我 跟我確認 那他就問我說 那些林先生那你刷的是什麼卡 我說我當初到你們平台刷卡 你不知道我用什麼卡嗎 他說啊 林先生那我幫你查一下 他開始敲電盤 對 林先生那我這樣查比較久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大概都刷哪幾張信用卡 我告訴你我刷哪幾張信用卡 你不是隨便在這裡面挑一張跟我講 我就說啊 對對對對 那我就誤入你的陷阱了嘛 他就直接用猜的 他直接說 那請問你們是不是刷台信銀行的信用卡 然後我就在想 哦 對對對對 其實我完全沒有台信銀行的卡 我用香港的信用卡刷 對 所以這個詐騙其實沒有做功課 他說 哦 那林先生那等一下 台信銀行會贏好 我會跟你來做確認哦 好 你那我合併要關一遍 那多少你跟我講 欸 同我講啊 我講到好歉了 你真的假的 好 你不是說5月31號以前要趕快處理 那當然是啦 那如果說你覺得你已經有扣到關以後 你可以在夜市就請處理 也是可以的 你都收了比較好嗎 怎麼處理 你都不跟我講廣東話 我都不知我怎麼處理啊 你摸陳儀啊你 媽媽 你就是英國講國語是嗎 你安逸啊 對嗎 你安逸啊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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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如果我確定的話 您確定 您跟他說說啊 你不是香港人嗎 你都不得廣東話 你不是殺手啊你 我搞我電話了 大家如果遇到這種電話 真的不要亂給自己的身份證啊 就是個人資料 然後還有銀行的資料 我還很納悶一點是 為什麼這些 這些廣購平台 我們給他的資料 詐騙錢都拿得到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 而且最近疫情是不是也收到很多詐騙了 因為現在台灣疫情比較嚴峻一點 很多疫調的電話打來 這個詐騙電話就是想騙取一些個人資料 就是很多人遇到詐騙電話 就是真的被騙錢的時候 他們就會報警 可是當下問你知道他詐騙電話的話 我是會打165 我們台灣有個叫165反詐騙專欠 對我就會跟他講 我打電話過去跟他講說 我剛剛遇到什麼詐騙電話 那先問他說 這個電話是不是有詐騙電話的紀錄 他就跟我說 哦 這個是詐騙電話沒錯 那他用什麼手法 然後他那邊也會做紀錄的樣子 跟他說 прис bizarre 尋找到 我經常跟我說 我現在也會en 我們繼續 ordinárias 和平之一 聽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